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八八水灾已经经过了半年 曾经受创的台东县芝本溪 他们沿岸的民众又开始担心了 因为雨季跟台风又快要来了 芝本溪上升的河床还没有输均 如果再来一次大雨 随时都有可能会带来灾难 八八水灾的前一年 台东县芝本溪梯形的蓝沙坝距离河床有六公尺高 但现在芝本溪的蓝沙坝经过八八水灾 整个被大水冲下来的沙石覆盖 河床明显升高 芝本溪的河床不但升高 宽度也在八八水灾之后改变很大 被急流冲刷的道路 虽然已经用货柜加上沙土填了起来 但也只是暂时性的做法 芝本观光区的饭店业者和居民担心 气候变化越来越无常 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度过 今年的梅雨季和台风季 八八水灾交通受创的台东县资本地区 重建工程陆续完成 但居民却感受灾后重建的工作 好像只做了一半 因为引发灾情的河川速军工程 没有赶快进行 如果再下起大雨 芝本温泉观光区 恐怕又要变成灾区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